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最近有看我微信的都知道我准备好做这一支了 因为我等了几个月,终于终于到了 白乐的Capless LS 应该是叫LS吧,直接叫 或者很多人叫它那个11代 那这个包装吧,一到非常的给力 然后呢就是非常素的一个包装 就很常见的白乐一个包装 然后上面一个压纹一个这样子的贴 反正就也挺满意的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 这个是什么 反正就,我也看不懂日文 没事,有它去吧 好,纸盒我先翻一边 然后再下来好像 白乐很喜欢就是很多的高级笔 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盒子 然后呢,我其实前面已经开过了 那就这样子重新再开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里呢,这个塑料外盒嘛 反正就是感觉平常拿来就是用还是不错 然后就这样子放笔好像也是ok的 挺高级的 然后这个我就这么一拉 反正就是有一个塑料在这边 然后这个笔啊,你们看 其实应该是前几天到了 然后呢 呃,某个观众跟我讲说 我觉得你会开 哪里现在看到了 没有开,完全没有开 你看,这塑料袋都会好减的 好吗 虽然说有点忍不住忍不住了 然后一个墨囊 一个吸墨器 啊,我喜欢的空气石 空气石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爱 然后里面的镇 还有这个 这个纸给大家看一下吧 capless 它是好像也没有名字 反正就是capless 然后反正日文的我也没太看懂 呃,能看懂的 那可以自己暂停的 慢慢看一下 英文是没问题了 但是日文真的没太懂 好,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把这个给收一下先 然后这个放进去 这个盒子 哦,一个西数的包装 然后上面做一个 绕毛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啊 非常不错 百乐那个 就日三家嘛 最花心思的 应该是百乐了 也没有别人的我觉得 好,然后这两个吸墨器 我应该有 啊果然 吸墨器的话 这个新的我就不打开了 我就直接拿一个旧的吧 反正就是旧的就 就也是能用了 看起来也挺新的 反正 我就这样子吧 然后这个墨囊就放一边吧 好,再下来最紧张的一个时刻了 哇,这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 真的是收到截止笔 来,剪开 再下来了这个塑料套 但这个塑料套吧 跟平常买的笔的那个 怎么讲 那个质量真的没法比 哇,这整个一出来 哇,好激动好激动 这个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得看一下我最爱的那一支的一个蓝色有什么区别 哇,这个应该是喷漆的 然后这个是透明里面的金属套筒 哇,两支都很高级 很不错很不错 嗯,我这种蓝金控 果然就是对这种蓝色的笔 没什么那个免疫力 那平常呢都会先看那个尺寸呢 我觉得今天我想赶紧先按一下这支笔 我真的想赶紧去用一下 这样子,哇,好安静的一支笔啊 哇,这个手感 单按,然后 哇,这个手感好棒 跟普通的capless真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高级感完全上来了 因为当时本来在想说我要录这支还是录capless的 虽然说capless马上去到货 但是我后来觉得 这个尺寸把拿起来才不会隔手 然后我后来觉得 就试完嘛 就觉得啊,还是LS吧 好,就这样子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先 哦,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我等了我两个月了 我去另外那支白金呢 其实我也,我是三月中旬买了 然后到现在还没到 就是这个情况 那可能因为很多人我知道没有加我微信 然后也没有在 因为我通常会在群里面那个公布嘛 然后就这一次的话就是啊 反正就是有看群都知道 没看了可能就不知道 刚好就这里讲一讲啊 感谢各位观众耐心等待 我这个蓝色真的太漂亮 你看这里中间蓝的 然后旁边黑的就是我喜欢艾成的也是 但是它这样子一种配色 哇,这支刚好达到了 好,那笔尖没法对比 我们就看一下一个笔杆了 146它这个就是感觉起来是比146还要再出的 非常大气的一支笔 然后呢,再下来的话就跟800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出 因为它是流线型的一个笔款了 所以说用起来其实应该属于800这样子一个尺寸 那你看笔握的一个地方其实是跟800是差不多的 就握起来的话 然后200的话那跟它一笔 哦,就完全就是小笔跟大笔的对比了 笔尖的话我觉得就是没必要去看了 因为它跟capless的 这回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重量 哦,这个我到现在还很激动了 这个看了好开心好开心 好,时工就这个00 哇,笔的话倒是偏重了 但我手上刚好没有capless的一个就普通版的 但是它是比这个要轻的 比这个要轻的 40克的笔 那40克相对来讲偏重的一支笔 但是拿起来的时候倒不觉得这支笔很重 到很奇怪 可能现在是刚刚那个比较激动 所以说没有感觉到 那这个量的话就简单很多了 我直接这么一放这里 然后呢,再这样也拉 好,大概是150左右的一个重 一个长度 150厘米的一个重量 呃,重量来讲的话 反正也是非常的 呃,长度的话就非常正常嘛 那我们赶紧的就 再再按击一下这支笔 真的太激动了 然后就讲一下这个整支笔的一个 呃,笔杆了等等的一个元素 那首先这支笔的话就是一个按压 那选择它的话 一个好处是在于说我手拿的时候 我觉得它不会割手 就是很多人用这支capless的话 他会觉得说啊,这支笔好割手 但是我现在拿这一支 我就觉得不割手了 因为它真的比平常粗很多 但现在拿上手 拿了一会的时候 觉得这支笔真的挺重的 非常大气的一支笔 感觉这一支是属于那种 就是说我签名 然后轻度日用的一个定位 然后也是一个高级版嘛 因为它完全是静音的 这个这个点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 你看这么一按 然后就是很多会按的这样子 我轻轻的 但我现在就我就直接这么一按 然后这样子暴力一点 其实也还ok了 然后笔家上面非常的修长 非常大气 就是它整支笔的所有元素都非常的一个 大就是完全是往高极品那个去走了 就非常大气的一个设计 你不会觉得说这支笔非常廉价 好,然后再下来 我觉得必须给大家看一下 一定是这个地方的最毒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都很毒 但这个是其中一个部分比较毒的 然后忘了讲 我这次买的笔是那个F-Gen的 那你看到这个环 我去我去我看一下能不能拍景 看到我非常毒非常好看 然后看一下这个蓝色 这它完全是看着光 就按着你那个光线来变化的 然后它这个光位你会发现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烤漆嘛 所以说它的呃 仿色的锐利度的话跟146来对比一下 那你会看到烤漆的怎么样都没 你不会说有这一个呃 怎么讲就是不会有这个树枝的就干树枝的来的那个锐利度那么大 这个虽然说你明显会看到146的那个反光面吗 它是比较锐利的 那这一支的话 capless的话没那么锐利 但烤漆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下来 我的话应该是黄铜然后再喷气这样子 不锈钢比较难加工 我觉得它不会这么去做 然后笔头的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呃 看一下有没有一个现在好像是看不到笔尖的 然后一按对对对 它是有一个就是那一个就是我笔线一收 你看会有一个东西盖起来 再再给大家看一遍你看然后这么一一捏哎 这个笔你看就关起来 它反正应该防漏幕这个设定应该是做的挺好的 然后这一支笔真要研究一下怎么去怎么去拆呢 这一支真的是怎么去打开去上磨 我还真的不知道了 难道是扭的吗 啊应该是扭可以可以扭 然后扭开的时候 哎 这个反正就是啊 这个就里面的一个哇 里面的感觉到很精细也整个看里面的啊 非常漂亮的一支笔 然后再下来是啊 这个就是它的笔尖 那这个我觉得不太需要看都能知道就是它属于那个 这个应该是哦还送了一个 磨兰的一个套筒了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就这样子装上去了 果然我就这样子装上去就ok了 但是它这个送起来真的是非常棒啊 就是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会觉得这支笔很有质感的还送了一个这个东西啊 非常好非常好 哎呀 然后这个总前面的这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跟capless一样的 他不会说因为这个笔型然后去开发一个新的一个就这么多的键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F间 48K F间 这个能看到了 好 那里面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先把这个放一边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笔 那笔的话这里能看到pilot japan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标识 其他的话我应该没有看到一些别的一些小标识了 然后整个的一个电动面比较喜欢的一个也是我比较喜欢一个银色的 其实我个人是喜欢金色的但是日比的话我偏向是买银色的 因为它金色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它拖度的那个是比较明显的就也不能说较明显应该是说比较常见 然后这里能看到一个是这个我不知道是橡胶圈呢 还是说一个塑料套这个就没太看得出来了 这个就现在只要指的这个部分 但是这个的黄吧真的是 好读好读整支笔 然后再下来这个的话就应该就没什么用了 平常就是这样子我不太懂它配这个是做什么的 那知道的观众麻烦就告诉我一下 然后再下来我觉得给大家看一下的就很激动的部分了 这两个放一边然后看一下这个笔尖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非常那看到非常亮的一个笔尖 然后上面的刻纹 能看出不会像写了那样子 就是说别的字或就整个干笔的面不会往的字那边去凹 那看到非常简念 这才是一个冲压应该有的一个精致度 然后前面的一个笔尖的话也是很常见的百乐的那样子的一个笔尖 我觉得是前面这里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 因为我放大镜我觉得应该放大的一个能力首线呢 好 尽量拍清楚可以这样子 那能看到前面是个比较圆的一个打磨方式 然后前面也是偏斜的 那就是也是常规的跟国产笔的那个打磨方法是一样的 但这支音我看它下面这个奥巴斯啊 看到下面这个 那我看一下 我看到下面这里的话 呃 应该是属于书写起来也是比较滑的那种类型了 就是照这样看的话 那笔尖上面没有任何偷度 你看尖也是 呃直直的 能看到吗直直的啊 然后中缝什么的你看完全没有歪完全没歪啊 就是果然是价格能改变很多东西啊 这个真的是 呃 然后再下其他笔尖我觉得应该书写感受来讲 应该也是以快速书写为主 就是他这种打磨的话应该是非常就是 模仿中性笔的或者原子笔 就现代笔的那种打磨方式了 因为老笔打磨方式的话比较少 应该是不太多用这种了我觉得 然后这个笔的话上墨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拿下来 然后就这样子往下一卡 往下一卡 然后再拉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再放进去 那我们赶紧来上下墨 哇 真的有点忍不住忍不住 真的 然后此一点的话我会做那个 就是对比就是那个 呃 capless 就白金的那一只 呃 白金那一只就是这这种叫就白金的capless嘛 然后再加这一只的一个 然后再加这一只 然后还有一只的以前做的那灵啊 然后进行一个对比 奇怪了 怎么没有上墨呢 是不是 我这个低杯的时候不是很给力啊 看一下 我奇怪奇怪 再来 可能我低杯不是很满 然后没有吸到 可以这样 因为我这一只 这个墨水平的 剩下的墨也不多了 好看一下 啊 好像是果然是差的不是很进去 那我们再来 再来再放一点进去 哦 哦这个泡泡就最麻烦了 看到就 好可以了 能看到墨已经上了 这里 再下来 我们先把这个给盖上 那这只比我估计我会真的要 平常的话可能就是 买回来就放一点 这只可能我真的我考虑就用一段时间 看一下那个效果 好感觉怎么样 这次哎 没有弄到手 好 那就 把这只笔放进去 这个应该是啊 对直接卡 这个结构做的是挺好 直接直接放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这样子 哎 这个 然后再这样子看 就这样子收 可以 那我们再上完墨再来看一下那个墨水差别 就加了墨以后它重量有差多少 哎也差不多 反正就是好像还轻了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没有差多少 其实上了墨如果不是大储默量的那种比的话 重量影响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那么大 其实好 好 再下来我赶紧先书写一下 好那书写完以后那给大家先听一下横向和树向的一个声音 那树向和树向就是跟想象中一样 就说非常现代笔的一个打磨方法也比较适合就是 如果你使用它的方式 你不是在意什么书写感受的 你以书写效率为主 就是我能用 然后剩下我要个外观 那这支笔是非常的合适 我觉得是 另外它这支真的是很适合出门用 因为没有笔帽 平常用钢笔的都知道就是比如说我现在 呃146我肯定是这样子 然后再写 然后这个我还要放一边 那像有时候如果有上课的 你是桌子是只有单边的 你再来写那会 呃怎么讲非常不方便 那这支笔就刚好就是最大特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刚刚书写完以后吗 嗯 还是会有点歌手 就是会有歌手这个问题在 但是没有小版的那支那么明显 另外这个的话就是 而且它这个好像是比较细的 还是说是跟那个平常九代十代的capless一样 只是说它这个拉长了 这个我就没办法确定了 书写上面来讲的话 那能看到跟0.5的出没 它F间呢 还比F间要细 就是0.5了吗 这个中性比的一个尺寸一定是比冠笔的标准很多 然后你再来对比一下 哇这个F间已经很细了 但是我听说是M间的话 它会比F间粗很多 但是我去试以后 我觉得好像M间比较好写一点 那早知道买M间了 但是这个出息度 我觉得大多数人是满意的 M间的话 我个因为我个人是喜欢用M间多一点了 然后我也能看出M间和F间 是有明显的一个出息差别的 但是因为大多数观众是喜欢用F啊 我就买了一个F最后就是 然后有一个特点 它间其实比想象中要软 你们看 我这样子几下轻轻的 你看 它是有软弹度还是ok的 你看就是按肩肝比有软弹度的 这个首先第一个就是 2000应该是做不到的 然后能跟他这样子能比较明显的 这样子就有软弹度的那一个是百利金的200肝肩嘛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老 早期的就老的万宝龙的那一群就 可能是三代四代的 比较老的那个万宝龙嘛 那能做到明显弹度就是 而且是现场比的话真的是不多 然后他这个 鞋起来的时候他笔尖比较软 那这个鞋感上面我觉得要 好好去适应一下 因为我平常是用硬尖的 那这种软尖对我客人来说用 我刚刚用其实挺不习惯的 但是那个字吧 这个粗细度以及它的一个热用性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 还有就是他这个 呃 笔尖的话 我估计要写一段时间 我现在写的话你会感觉到很滑 但是又没感觉到很色 但是你感觉要可能写两三百字 然后把这支笔就 呃 那个写开了 然后你会发现那个鞋感的话 到时候才知道怎么样 那那个后面的鞋感可能是说 我在那个三支的那开脚 我对比那边我到时候再讲吧 那这支笔 总体来讲的话就是近于这个月吧 就是 我估计最满意的笔应该就是这一次 就是真的是 果然第一个价格可能也比较贵 另外一个是 哇真的是看到这支笔太开心了 就各方面来讲就是非常适合现在能用 而且颜色上面 它的一个颜色吧 你看 蓝到暗 那就整个配色等等 你会看到它非常多的一个考究 而且毛痕来讲的话 我现在看也还ok 那你看这里 我本来还担心这个位置有毛痕 但现在看好像还好 那这里有我一个指纹吗 但这个无可避免 但整支的话就是啊 非常非常棒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虽然说跟我最喜欢的那支艾成还差一点 对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嗯有什么我讲漏了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然后就是 对那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一下给我 那我看到会回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